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感觉有一到两个周没有听到朱深的新歌了 这样习惯了他发歌速度的我一时有些不习惯 最近的一首歌还是他去明日之子与热带低压的小哥哥们合作的星际列车吧 虽然真的很好听 但是毕竟不是他自己的歌呀 这首歌带给我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 我开始从头追明子了 昨天去唱话仙道 偶然之间撇到了小时的新歌预告 全新单曲 不是OST哦 是属于他的单曲 所以一直都期待着今早的时点 我是你的谁 刚看到这个名字啊 我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印象就是 廖俊涛的那首《谁》 在你眼中的我是谁 你想我代替谁 最近经常听快要被洗脑了 我是今早在微博签到的时候才看到了周深发的新歌预告短视频 努力营业的深深子真的辛苦了 小视频拍摄不易 不过呢以后真的是可以有的啊 刚刚听完这首歌 因为周深走的是Vocal路线 所以她的歌听起来就不需要去考虑歌词和曲如何如何了 只要沉浸在她的声音当中就够了 看介绍 这首歌是为她的声音量声打造的 前面的空灵声线是为了衬托最后的疯狂 对比真的挺明显的 她的声音真的好灵动哦 带着无与伦比的灵性 最后的几句 我是你的谁 那种疯狂呐喊的感觉听着还挺爽的 周深真的像她说的那样 不受限 无限可能 越来越期待她的二专了 上次看了采访有说过 成立工作室的第一件事情 那首当其中就是新专辑了 希望不要等太久 今天是七夕 这首歌单身狗和恋爱中的人听呢 应该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感谢深深子的七夕礼物 最近一直都在补下的综艺 新手还没看完 青油的收官也还没看 今天呢又出来了新歌 果然呢 入坑周深绝对不亏 优质高产 也希望深深子照顾好自己 最后祝大家喜喜快乐 周深音变能力有多强呀 一秒神反应过关 导演也拿她没办法 《青春还游记》这档节目 向观众朋友们证明了一个道理 有观众员的综艺嘉宾 对于节目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周深在参加了这么多的综艺节目之前呢 提到她的名字 想必呢很多人都是 不会把她跟综艺咖联系到一起的 另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外表看似是一个深情歌手的周深 一遇到综艺节目就瞬间的放飞自我了 在《青春还游记》这档节目中啊 周深也成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笑料提供机 不仅自身很有梗 在综艺节目的游戏阶段 也经常会做出一些令人意外的神反应 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最近在新一期的《青春还游记》的节目当中 节目组给春游家族们 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游戏环节 在导演发出一个指令动作之后 所有的嘉宾需要做出完全不一样的动作 但是导演给出的动作呢是生气 这个时候呢 贾琳儿和周深几乎在同一时间蹲了下来 就在周深快要坐下去的时候 周深注意到了旁边的贾琳儿和自己做的动作是一样的 于是马上改变了动作 做出了一个将双腿缠绕过双臂站立的伐技动作 这个动作可着实的把这个嘉宾们给乐坏了 就连一旁的杨迪也忍不住吐槽 周深是不是听错题目了 后来周深也向大家解释了一番 自己做出这个动作的原因 就是在蹲下来的时候啊 发现了贾琳儿和自己的动作一样 考虑到节目组的规定呢 就是要做出不一样的动作 周深这一次呢马上就更改动作 也是迫不得已的 周深这一次的审反应呢 也是让全场的嘉宾们笑得肚子痛 不过按照节目规则呢 周深呢本来还是成功的完成了 顺利了过关了 导演也拿他这个舞里头的动作完全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歌手 在综艺节目当中有如此迅速的审反应 周深的应变能力也的确是敬验到了很多观众 怪不得周深能够在综艺节目当中这么受欢迎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呀 我感触很深的是一个周深的粉丝说的话 他说周深出道早期有个采访 主持人问他觉得自己是一种什么酒 周深说白酒 主持人又说白酒很烈的 感觉你不像呀 周深回答说你以为是白开水啊 但是你以为的就是错的 我本身还没有挖到这个采访 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声 周深啊真的是挺刚的一个人 无论说话还是做事 无论是别人断言他什么 他都能够再接下来做给那些人看 他不是别人可以随便定义的 其实你可能乍一看 以为周深是那种处事圆滑事故的人 会认怂总是很谦虚情商高 但我却觉得他总是有意无意的透露出一股韧劲 而且他真的说过很多硬气的话 做过很多硬气的事 比如说武汉红十字会的事 他就在微博发声啊 粉丝吵架他下场劝 而且自己呢明确的告诉粉丝 他不喜欢怎么怎么样 我看到他的口气那么严肃 甚至有点凶我都惊了 那日觉得他真的是很能够拎得清 该说呢就要说嘛 他感觉就是那种很少生气 但是一生起气来就很可怕的人 总之呢不要看周深平肠软软的 没有锋芒 其实他只是学会藏起锋芒罢了 我并不觉得他是没有棱角的人 隔空对比是最容易引发粉丝骂善的 因为在粉丝的眼中 自家偶像就是最棒的 如果有人说别人比自己的偶像还要厉害 那后果可想而知了 这波在最新一期的青春环游记中 梧桐导演设计了一个拉长音的环节 周深67毛给人印象深刻 但是华晨宇却意外的被骂 这一世怎么回事呢 其实啊 从青春环游记第二季更新以来 很多人都喜欢拿这档节目和 王牌对王牌做对比 理由很简单 这两档节目的导演 主要嘉宾飞行嘉宾 以及节目内容都是基本一致的 只不过一个是世外真人秀 一个是棚内综艺 王牌对王牌力捧的是华晨宇 在那档节目当中啊 花花有着很多的高光时刻 比如说妖豪啊 比如说肺活亮强啊 比如说蛙条厉害啊等等 而青春环游记呢 更像是在力捧周深 既然两档节目如此之像 那观众自然就会拿花花和周深PK一下了 重点来了 在王牌节目中啊 梧桐就玩过拉长音的比赛 当时华晨宇轻轻松松的 就拿到了67秒的成绩 秒杀了小沈阳 纳英等歌手 这一幕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青春环游记当中啊 周深也是拿到了这份成绩 当时弹幕里边很多网友都在刷 华晨宇的记录 要知道在一档节目当中 疯狂刷另外一档节目的嘉宾 绝对是观众最反感的事情 看到这一幕之后 很多人网友都在吐槽花花 说他的粉丝在刷存在感 甚至扬言说自己对于华晨宇也都反感了 所以啊华晨宇也是真的 人在家中做锅从天上来啊 粉丝追星本没有错 但是应该在适当的场合去追 而不是到处的炫耀偶像的实力 有时候追捧也会给偶像带来负面影响 希望花花的粉丝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吧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湿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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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